其實我都用了幾年Samsung的電子鎖 覺得很好用、很安全 知道現在Samsung又出了一個新的電子鎖 DP728 它多了南華開梳的功能 真的很方便 出門只需要大力電話和銀包 最初都有點擔心 會否很難用 APP會否很複雜 不過聽店員和師傅講解都很清晰 登記的時候 跟著APP的指示一步步做 最後進入驗證碼就可以了 我們也有請中正姐姐上來幫我們清潔 這個新鎖出入記錄功能 可以幫我們記住 姐姐什麼時候來過 什麼時候搞定 這樣就方便我們 隨時可以檢查記錄 另外 它有一個 pop up message 功能 無論我在哪裏 當我老婆回到家 電話都要馬上有個訊息 就知道今晚有飯吃了 另外 我最安心的是 這個Samsung app 可以設定密碼 每次開APP都要入口號 就算我電話被人收拾了 都不怕會被人看到出入記錄 我們一路都是用開傳統的機械鎖的 不過聽說最近電子鎖很hit 我和先生做過一輪資料搜集之後 最後都決定轉用Samsung的電子鎖 其中一個原因是你可以選擇不同的開門方式 有指紋、感應卡、密碼、鎖匙 現在還可以用手機應用程式 我自己就經常用指紋和密碼 因為貪他什麼都不用帶 有個人在這裡就可以開門了 另外 之前用機械鎖的時候 我經常都不肯定自己究竟鎖了門沒有 用了Samsung電子鎖之後 就沒有這個煩惱了 因為屏幕會顯示門鎖的狀態 那就不用猜猜試來試去吧 除此之外 這把鎖都有增強安全性的功能 例如Close Button 如果按了的話就可以反鎖加按鈕 我自己就習慣了每晚睡覺之前 都會按這個Close Button 如果半夜有人想搞把鎖 把鎖都不會有反應 如果有人想強硬開門的話 就會觸發警暴 用了Samsung電子鎖之後 都有一些難忘的經驗 試過有一次把鎖不著 當同學一學都不知道怎麼辦 我就立刻打電話去 PLC的客戶服務熱線 他們的客戶服務主任 非常細心地教我 逐步去檢查把鎖 發現原來是電池漏水 之後我都約了 PLC的專業技術人員上來 檢查真點 幸好我買行貨 找PLC的專業人員來裝鎖 所以會有兩年的產品保養 和一年的安裝保養 我選擇Samsung鎖的原因 是因為它有很多特別的設置 和可以加強保安性 例如它的雙重驗證功能 和它的隨機驗證碼 開了雙重驗證功能 必須輸入用戶密碼 之後再拍指紋才能開到鎖 隨機驗證碼 就是輸入用戶密碼之前 鍵盤會有隨機數字出現 按了數字 才按密碼 其他人就沒有那麼猜到密碼 另外鎖有一個外出的防護功能 每次外出都會開 如果有人輸入一個不對的密碼 或者拍卡 或者剛巧拆進屋 他又想向正門走 他就會觸發到驚步 其實我都幾大頭蝦 試過幾次鎖提供我 沒有電 但每次都不記得換 直到鎖真的不著 剛巧我又沒有帶鎖匙 幸好它有應急電源位 用9W電就可以開到門了 電子鎖我一定會買行貨 起碼總代理 PLC是一間大的公司 這麼多年的歷史 經驗又豐富 又有全面的保養 又有完整的產品說明書 真是放心很多 都真心覺得PLC的服務非常好 所以不單止是鎖 我連家裡的燈都轉用了PLC的產品 都是找回他們的師傅安裝的 ITT彥味片 很記憶 明天堡